一人不收声,今晚想早点,所以做六波 今天都很赶,三场做了 看看收市,尽量做 做六波就不用等人了,一口气做了 这几天你看到我们中国的汇市 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升 第二,我们的股市也升 那表面上是不是就是三万亿的问题 就是说放两万亿,中央负责三千亿 接着有一万七千亿,就是说国企囚集 接着就借香港败外资,接着就买中国的股票 接着也会加强的就是香港和大湾区的联系 不单身份证也好,甚至买房子 它会给我们香港人更多的方便和优惠 这个是中央的既定政策 那作为香港人,是好的 是吧?就是大家认清楚这件事 第二,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大升呢?那当然 又再扔多一万亿出来 就是头尾三万亿 听到就开心 又三万亿人民币 但是真正大升的原因 其实就是习主席的眼光 他真是天众英才 他要求的,比如好像你看到中石油 是上升到停板 有历史以来第六次升到停板 这几天就发生了非常震撼 尤其是三桶油 全面暴升相关的企业 全部都是 由国企带动了中国和香港的股市 喂,为什么? 难道真的好生意吗? 不是 其实习近平是一招就已经解决了 我们的股票问题真是厉害 为什么? 因为民营企业你不投资 那我们中国企业都不投资 国企已经说你们的债钱这么多 你们不是说盈利的 但是他针对你的股价 现在习近平用法改委 因为一些行政手段的命令 这样他提出的是什么? 提出的和GDP挂钩一样 大家要明白大陆的官员 他升线 究竟怎么做到事? 就是你的GDP 你的省份、你的市 你的GDP增量救的话 这样就完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 你就看到币端在哪里 就是 建大白杖 甚至很多钱都贪了 然后没有那样做那样 然后明明那些是烂尾 最重要是先做了 然后消耗了大量的国库 大量的税收 无非就是追逐GDP 因为你的镇 你的缘 你的市 你的村 你的省 全部都用GDP来计数 甚至做假 就是有时候 说了自己的企业究竟这个市有多厉害 跟大陆叫 然后停下来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他就已经算进去 甚至做假是什么 叫那些企业虚报 虚报他自己的政绩 就是说他们的业绩 赚不赚钱不是问题 明明好像早前有个企业 他踢爆了是民营企业 他一年 只是做27亿的生意 结果他要他报40亿 为什么要报40亿 我这个省份 我这个市的增长有多高 这个就是他的政绩 那么今时今日 习近平厉害了 这件事反映在股市上 真的令人一阵 举国之力连钱都不用出 他说麻烦你们 所有的国企 就是三桶油 中石化中海油这些 甚至的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三九这些全部都要有一个命令就是 就是你们和你们股市市值挂钩 就是说你要升官 因为他是国企路总 你要能够找多些钱 因为他不是计算股份分成给你的 那怎么样 那很多就当然上下其手 但是另一种很简单 就是告诉你 告诉你 告诉你 就是现在你和业绩挂钩 其实国企从来都不看业绩 做多少钱关于什么事 我的粮是这么多的 所以你看到国企的职效不高 有多甚至是窃住 没问题的 阿爷的嘛 做这么多做什么 做就36 不做就37 还有可以上下其手 那一笔才是大 但是这一次 习近平公布的 麻烦你的升迁 你的职位和你的市值挂钩 这就不同说法了 这个是饭碗问题 你不要打烂我的饭碗 那我怎么保住我的饭碗 才能够升职呢 就是谷大自己的市值量 这样 中国的股票 是不是 砰砰的地上升呢 習近平 一朝 就已经 令到中国股票 好像打了鸡血一样 跌停板又跌停板 那这个当然大家有目共睹 厉害的就真的厉害 厉害的就真的厉害 这个 是 看得到的 就是说也都看得到 看得到 但是 会有什么影响 那你之前的股价不行 现在的 那唯有做什么 唯有的 很多数就会出现 不要计算业绩先 然后很有可能就说 哎呀 我在这里发现了个大油田 跟着呢 我们 也就是说呢 的业绩 大升多少 我们的营业额太多 我们未来预计多少 还有的 还有的 我们大肆降张 我们现在不单止五支技术 我们六支技术 已经超越世界 成为世界No.1 我们在南海 近岸的时候 或者在新疆 乌鲁木齐那里 发现了一个 特大的油矿 我们会减轻成本 我们的连油 已经拍得上 美股 显鹤这些公司 事实上 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 因为你的股票 除了业绩之外 最重要就是消息 当大家在炒消息 我们好了 就是大家唱好 中国经济光明论的 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最重要就是 升 不要跌 我找不到你钱 我这个是投资期 我们未来的发展是怎样 分分钟有一天 三桶又说 我们入水而已 就车会走 有一天 连水都不用入 我们现在研发了 就是一个石油副产品 而这个石油副产品 只是用一滴油 就可以了 只不过我们现在 正在开发当中 给你一个好消息 跟着股价大升 跟着那个人 保住他的职位 跟着他就可以走下去 跟着甚至可以有职星 那你问我 股市 你的市值 升跌 是好事 但是 水分究竟有多高 其实中国股票 跟香港 跟其他不同 因为很少是家族生意 很多时候你看 汇丰 全部都是找执行长 CEO 去解决 跟着 他们的新工 他们的分工 就跟他的业绩 跟他的股价 去挂钩 所以你看到 苹果 腹黑 胖到穿不到 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 你是要创造到盈利 创造到业绩 跟着 由董事局 去计算你的分红 计算钱给你 这个是西方国家 或者香港 很多的企业都会 他们会派息 但是你留意一下 中国的企业 包括民营企业 他们不派息 他们上市 唯一的目的就是集资 想办法炒作 令到他变了钱 即是说赚到钱之后 那究竟股票升跌 赚蝕多少 他们就不考虑 也不要想着 哎呀 我赚了钱 就会派给你 因为很多是家族生意 他们上市 只不过是想办法 在市场找到一笔钱 但是 对于你的股东 就是说小股东 你不能够分享到他的业绩成果 就是其次 一般来说 买大陆股票 只是升了 我放了他 赚了钱 一跌我就输了 他们只是可以这样 而说是权都不会给你 这一次 将国企 国企更深 今时今日 这种改革 将它挂钩 如果是民营企业的 我相信刺激很大 但是如果不是民营企业的 那你就要想一想 究竟 会变成什么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习近平用一招刺激中国的股市 但是这些都是虚 为什么 因为你都没有业 没有职效 没有业效 你养了这么多的五湖废人 尤其是国企 做就36 不做就36 你告诉他们 他们的生产能力这么低 今时今日 你说他保住的职位 他除了作数之外 他还可以怎么做 这个会令到 就是说 泡沫更加大 本身他回落 现在就用市场的力量 去告诉大家 他不是 他用一个行政命令 他用一个口语 就可以改变了整个的股票生态 这几天 看到中国的股市升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有钱的人 他们能放的放 能抛的抛 能走的更加走 来到这里 亦都不得不 讲一个叫做刘建超的人 刘建超是中联部主任 其实中联部是一个党的组织 它不是属于国务院的体系 为什么叫做中联部 就是中共联络部门 一般来说 就是跟附近的组织去联络 比如好像朝鲜 越南 这些 它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外交部门 它是一个联络处 那结果 当秦光下来 近期你也看到欧盟 欧盟的驻 欧盟的领事 或者驻日本的领事 他们都不若如同 讲秦光 讲秦光的就是 秦光 它违反了纪律 但是人家透明 当然犯了什么事情 你要公布 因为他是外交部长 究竟他现在在哪里 他什么罪名是要交代的 结果 当日秦光下来的时候 乧盟没有办法找到其他人做 找不到 王毅你捱意气 明明升职了 兼任了 今时今日最新消息 其实已经早前传了出来 由刘建超他访问 美国见布林肯做中美之间的桥梁 当时当日 就是布林肯他摆出来的形象 就不是战狼 他跟秦光一样 看上去是相当温和的 现在西方国家 已经认定了他本身的 就是未来的外交部长 实际上他现在都在执行外交部长的职能 就是之前金正恩 就是北朝鲜的工作组 来中国访问的时候 他负责接见 最新的就是日本的大使 换大使的时候 接见他的都是刘建超 即是说这个人 他现在是相当高分量 甚至出事去美国见布林肯 现在被西方评定他 他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为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 因为由头到尾 他外交层面上高不高 但是他在党里面 紧紧的就是习近平路线 他负责的是党务多些 经过这段时间的巧合 今天点石成 今天又是习近平 习近平只看到你指你一下 你就已经即时出来 飙了出来 飙了出来就是下一任的外交部长 全世界等着公布 公布他成为话事人 那你问为什么要提 因为刘建超他是一个党部 即是说现在真真正正赤裸裸裸 什么极术官僚都假 你只要是习近平心腹 只要你是党里面 绝对不忠诚 忠诚不绝对 即是说你绝对忠诚他 经过重重的考验 习近平今天跟你说 我选定你了 会不会有自当日 李尚福 毅凤和 好像秦刚毅 我习主席 选定你了 当然未知 但是之前这些 即是说现在被免职的人 他们真真正正是走出来的 他们真真正正是强的 但是 刘建超 一个管中国共产党的党部 做联络主任的人 是不是真的适应做外交部 那 当然了 在习主席底下 这些事情多不走 最重要是我相信你 是不是 我相信你 这个就什么都可以了 这个也是真真正正的 是事实 现在中国经济 一直走 走出来 习近平用他的命令式 他的想法 刺激了股市 搞定了外交部 当然了 最新公布的就是 德国商会 当日大家要记得 动态清零上海 德国人第一个说我们走了 不管 结果 也都看到的 就是习近平 甚至中国共产党 用威吓的语言 去跟德国讲素 当然了 德国其实就是习主席的好朋友 从默克尔开始 苏伊茨上任也是 但是 当欧盟 他们已经认清到 中国 将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时候 他们提出的就是 不脱欧去风险 今年的欧洲议会会改选 也是习近平最担心的 但是一份民调 他出来 那当然了 每一个人都有解读 如果 亲中的报纸或者媒体 他就会公布一件事 一件事的就是 德国 的商会 有91%的人 不愿意离开中国市场 甚至认为 在人工智能 在一些高科技上高 中国在五年内 会超越德国 这个问题也都看到 德国的问题 那当然了 另外一篇的 他们说的 有多少的不同 他们会提出的就是 未来五年 德国商人都觉得 中国的下行客力是大的 但是他们始终都会回声 就是自己骗自己 这一份 提出了来的 所谓的报告 那大家各自解读 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 我不聚述 那些数字 其实说完数字 你都不记得 但是你就看到 德国商会 就是德国人投资 中国是大势所缺 而他也都不能够 像日本 不能够像美国 加拿大 或者其他欧盟 他们可以撤出中国 究其原因 第一 就是过去默克尔 这种汽车外交 他将整个德国的汽车业 一些工艺业 技术业 不像车厂这些 全面这样 投资在中国身上 因为他们相信是14亿人的市场 而他们的重点也都放在这里 譬如好像我们中国最大的三一工程 就是那些滑泥机最大的 说哎呀究竟多高科技 中国自主研发 但是当你拆出这些所谓的起重机 滑泥机 甚至一些工程用品 其实里面的核心 都是德国技术 德国在过去这十多二十年 压住了中共 变成了今天抽身不行 因为他们的市场就在这里 去到其他地方 他们就会面临另外一个竞争 譬如好像 你在东盟国家 你的德国这些机器 你的技术力 分分钟不够韩国的污英机 或者日本去做 如果去到欧洲或者去到美国 或者其他地方 包括香港最内 你能不能够 即是说CAT做 我相信 未必会增加到市场份额 他们过去顺风顺水要赚钱 更重要的就是汽车企业 汽车企业 过去 特力于中国的市场 令到大量的德企 尤其近期 就是近这三年 是容许德国的车厂 可以自己 你独立成为公司 就像保马以前拍华晨那样 结果 华晨占五十一 保马占四十九 结果保马就成为了 华晨的身材工具 到19年 至20年 保马脱离华晨 自己独知 结果华晨没有了 这个保马的时候 他马上变成了狂脚鸭 他没有办法再有盈利 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 他以为永远保马就会和他赚钱 当没有了保马的时候 他自己华晨都有汽车 结果卖不出 搞不定 没有研发 最近申请破产 其实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他们习惯了在这里找食 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市场 他们找到的就是中国的红利 他们暂时也找不到第二个市场 去取代中国 虽然他们现在处于劣势 而这个劣势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他们转型不到 跟美国、日本不同 美国、日本很多是卖标准 所谓卖标准就是卖专利 专利才是真真正的值钱 来到这里我们卖一点的广告 我们临过年之前最优惠的套餐就是有机子花木宿叶膠囊 这个的好用 280元一瓶 你可以连螺旋组一起买 就是说只要你买这两个产品 任何两瓶的话 加送一瓶苹果果胶 这三件是我们生活王国的三宝 是我们最受欢迎 也是我大匪专业的推介 螺旋组是超级营养的食物 没有人类的时候已经有了 我们这个种的螺旋组 号称的就是联合国明日之良 即是饥荒人士的国家招有螺旋组 就可以解决到你的营养问题 它是全营养的 就是说小小一粒的螺旋组 是帮助人体吸收 而更重要的就是有超过200种人体的元素 它等同的就是母乳 对于一些身体虚弱的人 好过食补品 第二 它亦都等于 所谓的母婴母乳的DHA 令到增加你的脑部发育专注力 还有就是全营养的话 就是所有的维他命B集 ABCD 全部都有 更加上的就是矿物质 这个我们卖280元 是我们王牌的食品 有无毒应征 有最高的清真认证 更加重要的 就是他本身也都有 BB仔和孕婦吃得 如果当有些患症 就是说病人 或者做完花尿电尿 没有胃口 你想确保到你吸收到的营养的话 螺旋组帮到你 只副木宿叶 最重要的就是全身排毒 就是说不同一般你去洗手间 而是他用皮肤 呼吸毒 甚至你的肠胃排毒 就是说确保到你的毒素可以清出体外 无论是吃得太多的 一些叫做止痛药 或者消炎丸 你一定要他帮到手 因为 吃得太多的化学药品 残留在身体上的时候 就很突然害怕 现在280元进 任买两样东西 即是5-6元 就送168元的苹果果胶 这支是我们最好的 第一 帮助你的脑记性 令到你的脑细胞增生一点 第一 第二 他会帮助腸壮的鱼童排宿便 第三 令到你的血压和坏的胆固醇自我吸收降低 还有的令到你的血管年轻化 令到中风并不容易 而第二个套餐就是 四瓶的苹果果胶 反过来 168元之余 还可以送一瓶紫花木宿叶和有机螺旋组 你可以任选一样 这个是我们过年前最大的优惠 来到这里 当然我们都要讲美数值 美数值 360元一件买五送一 你吸收不到钙 吸收不到葡萄糖胺 但是美数值打开了你的吸收支门 你可以从食物之中吸收到钙 令到我们骨骼健康 还有加购价 只要你加购150元 就可以拿到螺旋组 或者刚才我说的紫花木宿叶一瓶 当然还有第三个套餐 这个不得了 就是 老頑童 老頑童 令到你框框声 最重要解决的就是 你的前列线问题 什么尿贫尿急 夜尿 全部都没有了更重要的 全色泡的三色马卡 红黄黑齐了 不同一般马卡的产品 那你就知道它有多厉害 它有九精九晒的黑人心 L精安酸 新 和红石楼果皮 这个只是吃两三天 什么伟哥都可以走到一边 第二 它会即时解决你前列线的问题 就是说夜尿漏尿 我不出 这些都解决得到 唯一 就是因为 它有座阳的作用 三高人士 就是太高的话 并不适合 但是在这里 我们出出另外一种产品 叫做无敌 无敌 不是狗敌 它没有三色的马卡 它也没有黑人心 但是它有个巨钟蕾 专系守护你的前列健康 做不到板板声 但是它也相对来说 温和一些 两三天你就见效 你的尿滴 你的夜尿 你的拔不出 你的滴濕鞋 全部都解决到 这样当然 三高人士吃得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四百二十九元一瓶 而 说回老頑童 老頑童 我们卖开五百九十九元 今时今日 你买三瓶 千元 即是说 减三百元给你 不单只 还有一瓶 除臭噴霧 一百三十八元 送给你 不要做一个臭男人 还可以加购二百元的黄色东格亚里胶囊 帮你清一清整个身体的毒素 第二 就是黑东格亚里 亦都是一个座阳产品 亦都可以增加你身体的肌肉 和类固醇 是天然那种 加三百元就可以 所以无限任购黑的东格亚里胶囊 这个套餐 过年前我们也有的 希望大家支持 拍我 这个 看得到 就是说 现在 中共是用刘建超 做外交部长 这个已经是没有原念的 至于其他的 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 这里也看到德国商会 德国商会 也说清楚 美国 日本 他们卖的是 专利 就是你看到的 就是东芝倒闭 你看到Sony Sony 我问了 以前我们贵例 接着就是Sony 新力单枪 接着就是8K电视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他们卖的所谓的高科 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科学性 接着他就将一个专利 卖给你 就像你看到的 好像我们叫做QR Code 是他们发明 他给你用 免费 他们卖的是这一种 就是说他们再不是 以的人力集中 他们要的就是工厂 他们要一些技术力的东西 他们要做的是标准 我跟大家说过 什么最赚钱 最赚钱的就是卖标准 我卖专利 专利最值钱 我研发了给你 你要用的时候 我卖个专利给你 其实美国也是 为什么他可以限制晶片出口 其实你制造都是台积电的 难道美国佬跟你制造吗 不是 而是他们研发了之后 跟着他买个专利给你用 所以当他们撤出中国的时候 他们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行 他们会一路一路走下去 一路一路走下去 但是这里你也看到 德国就不行 他需要一个市场 他们是做工厂 他们做的不单是技术力 他们还要一个生产力 这个就是分别 所以今时今日 你问驻华的德国商会 他们觉得痛 他们不愿意离开中国 而也离不起中国 所以是相当大事的 那其实 中国 德国商会他们都知道 他说未来五年 在很多的高科技 在很多的新能源 电动汽车领域 他们都会进入挨打的状态 因为中国已经弯道超车 尤其有政府补贴 那就看看欧盟 德国政府 有没有办法阻止他 其实这里 你看到的就是马斯克 马斯克 他也都说了 就是说如果没有 没有一个贸易壁垒的话 Tesla玩完 阻挡不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那当然华尔街和欧洲 现在觉得 就是说以前Tesla 是一个叫做高科技 是一个带领世界的潮流 今时今日 华尔街 他判定的就是马斯克 Tesla 就只不过是一间普通的车厂 他再没有领头样 他再没有这一种 而最重要的就是 已经比亚迪 爬了头 他已经超越了你 是这样的话 你会更加难做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马斯克其实今天认输 他说起码要两年 他们才能够解决到 他们现在 即是说他们的 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的更生换代 他要和中共合作 是机会好未 除非你和我买技术 譬如买传感器 自动渡航 否则也不会和中国有什么交叉 但是 这个也是中国的不败之迷 为什么不败呢 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 最重要的外壳好看 价钱便宜 但是至于里面的核心技术 这就要相确了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也是过去 几大牌子能够创造盛世的第一个 当然大家记得的就是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我年轻的时候 他真的是横扫大水壶 跟着龟型电话 哇 潮流的尖端 但是当他们要更生 由三支进入四支的时候 他就输了给洛基亚 为什么会输给洛基亚 因为洛基亚 他们用普通的机站去取代 而摩托罗拉当日他们要做到最好 跟着他们发展的就是卫星 希望用卫星的力量 令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甚至你方圆一百公里 你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都可以享受到无线电话 结果投放了大量的投资 但是打不过就是 你一个人放弃你 我那些接收不好 好 为你整个村子 加上那20人 那就不如用有线电话 那我们不会把机站覆盖你 他只是做城市密集的地方 结果洛基亚取代了摩托罗拉 成为了一方霸主 那当然第二个教训 其实就是电视 这个比例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你新力单枪很漂亮 旁边是三星很漂亮 我TSCL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我比你比你平 用得过 新功能多样化 你们专讲的就是 画面有多漂亮有多清 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当三部电视机拍完 哇 漂亮得没有朋友 但是当你没有Sony 没有三星在那里 只要TCL也好 小米也好 它只是摆在那里 你看下去也会觉得很漂亮 结果 中国也都因为这样 全世界的家电 由菲利普 又威尔普 又东芝 又洛星 他们通通都摆在 中国企业的手上 其实今时今日 你见到马斯克 你见到Tesla 甚至你保马 你们都面对同一种环境 就是别人的产品便宜 性价比比你高 而最重要的是 我持有的小鹏 我持有的理想 持有我的比亚迪 我没有持有你的Tesla 那我这架就是最好 至于你跟我说什么 组浪行历三年之后 你就知道大件事 维修的问题 自然的问题 这个并不在考虑之列 今时今日 马斯克都说 他说如果没有 贸易的壁壘的话 他输到没有朋友 这个也令到世界首富的马斯克 重创 而华尔街也认定 马斯克今天他认输 中国到今时今日 很多人在说的 只是看到他们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今天我做这一集 在说中共 有没有办法起死回生 这个也是今天的主题 在这里跟大家说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Patreon 也希望请大匪喝杯咖啡 在这里我卖最后的一个广告 T3 T3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吃了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了 我们卖1100元 这一次我们减不了价给你 但是可以不买一批的T3 三盒 加送的就是印度草盘 无论是瘦身胶囊 胆固醇 系列或者糖尿 甚至甲矿 还有的就是血压 这些都可以给你选一瓶 价值380元 那单止这个优惠也不似 就是你买T3的时候 你除了送那一瓶之后 还可以加扣价150元 令到你好像我那样不像60岁 白发变黑发 不用用一些所谓的黑发染发 这个是极底的 也是我们的王牌的货品 希望大家支持 过年大家开心心有个健康的身体 在这里 多谢大家回应我 这一集是绿播的 因为今天我想头一头 待会生活王国也是绿播的 交给Emily 交给文敏 和大家说一声 拜拜